今天周末我跟Frank要帶孩子們去 Washington DC的museum 去博物館走走 他們小時候我們還常常會帶他們去 D.C.就是那些museum就是走走 到處走走 但是因為他們現在年紀比較大了 所以周末行程都很滿 不是Leo要上Soccer要上Faceball 然後Eva又要上體操課 所以每個周末都很忙 今天難得Frank禮拜六不用上班 然後他考試也考完了 所以他這個周末不需要苦讀 所以我們就打算去D.C.museum 出發了 昨天晚上又下了一場雪 但是沒有下很大 然後今天氣溫也比較暖 所以路上的雪已經融化了 所以冷靜 你不要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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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睡醒了Leah 哇!有好多喔! 這邊有一間咖啡 先到咖啡這邊吃一點小點心 oh thank you babe 這裡簡簡單單的兩個muffin跟Iced Tea就要40塊每天 博物館這邊根本是坑人 這一區是看化石的 這裡應該是看不懂 這裡應該是看不懂 嗯 他跟他揮手嗎 他是對著這個這個說叫答答 我說這個不是答答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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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結果我們今天 在博物館一層樓都還沒看完 就回家就走了 Frank跟孩子們都又餓了 我們才走大概才走一個小時 在博物館大概走了一個小時吧 他們又想吃飯 所以我們就去 去附近的一間餐廳 先吃中飯 但是帶小孩出去就是 沒有辦法好好的 認真的把那個博物館走完了 尤其是帶莉亞出來 因為莉亞她現在會走路的嘛 所以她就是 比較不肯 不肯坐她的那個玩玩車 她就想要自己下來走 自己下來到處亂跑 所以去博物館是 就是要追著她跑 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難的事情 因為人很多嘛 很難得可以出來 很難得有機會去DC 所以今天 我還算是 去完Museum 我們過來這邊吃中飯 好不好吃 蠻好吃 還要 因為她的客人沒來演 現在是莉亞的洗澡時間 今天晚上我跟FUN要出去 跟朋友出來小聚一下 因為我從11月的時候 從去年11月有生日的這一次 出去那一次之後 我們就講好說 是我講啦 是我跟她要求說 一個月 至少我們要出來 我們兩個 至少要出來約會一次 因為 因為她其實是一個 很喜歡賴在家裡的人 她是一個很 她其實是個大吉人 她非常喜歡 她只要有時間 就是想要在家裡 休息 就是 看電視 在床上 只要能不動 她覺得只要能不動 她就不想動 所以我就是 出去都要三起四起 才請得出來 我們到了 今天是要去 我最愛的一間餐廳 叫做Clyde's 這個在我的影片之前 上面有介紹過 這邊就是 我喜歡來這邊吃生蠔 這生蠔很好吃 我喜歡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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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呵呵呵 有 六顆 生蠔 而且這每個生蠔的 都是從不同地方進來的 所以 口味都不一樣 然後有 這個是 生的蛤蟆 蝦 美國的 這個生蠔 跟台灣的生蠔 非常不一樣 因為美國生蠔 不像台灣那種 很肥大的那種 但是 美國生蠔味道也非常好 是不一樣 不一樣的美味 不一樣的味道 不一樣的味道 回到家 Dia已經睡著了 MING PAO MING PAO